美国加州遭遇大气河流带来的致灾性大雨 4号一天降下了当地整个月的雨量 打破1927年以来的记录 洛杉矶都会区有140万人处在洪水警戒中 溪水暴涨冲上桥面 土石流清晰而下 有名宅被冲垮 还有多辆汽车卡在烂泥中动弹不得 树木倒塌 酿成三人死亡 还度有上百万人无电可用 当局对南加州发布了紧急状态 洛杉矶市长也呼吁民众 非必要避免外出 河水滩急 滚滚泥水不断冲上桥面 动物园被水淹成了大型瀑布 美国南加州4号到5号间 遭遇大气河流带来的暴雨狂炸 圣塔巴巴拉一处动物园被洪水入侵 只好被迫避原 洛杉矶的比佛丽山土石流倾泻而下 多辆汽车卡在烂泥中 动弹不得 多栋千万豪宅惨遭波及 汽车还差点被土石流冲进民宅 整个洛杉矶都会区 140万人处在洪水警戒中 4号单日降雨量突破104毫米 打破1927年以来记录 一天内降下当地整个月雨量 山坡上民宅被冲垮 有民众受困洪水中 爬上车顶等待救援 大范围停电影响百万人 树木倒塌炎酿成多人死伤 当局对南加州发布紧急状态 大气河流是大气中 一条从热带地区 不断把水气往高纬度 送的狭长通道 夹带的水气 比北美最长河流 密西西比河的水流量 高出20倍 引发致灾性大雨 今年异常强烈的 声音现象和异常温暖海水 让这波大气河流 雨势更猛 这位人好兵议